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用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 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 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2023年五连线教体系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你聘用人员公示2 根据2023年五连线教体系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要求 经过资格审查 考试 考察 体检等缓解 现将2023年五连线教体系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你聘用人员2 欲以公示 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自2024年2月1日至2024年2月8日 不含节假日 公示期内如有意义 请与县教育和体育局联系 监督电话 06335817000 五连线教育和体育局 2024年2月1日 2023年度日照市输送省队退役优秀运动员安置 你聘用人员公示 五连线教育和体育局 2024年2月1日 近日五连视频号上新了 淮安市开展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双提升 双适应主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精准执法工作要求 近日 淮安市应急管理局 开展以提升执法人员的能力素质 提升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 适应高质量跨越发展需要 适应项目为王 环境是经营商目标需要 为主题的双提升 双适应活动 一开展强击固本 执法队伍形象提升工程 一是强化挡箭引领 通过开展集中大讨论 理想信念教育 为做好安全生产执法工作 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二是加快综合执法队众组建 组建是 线综合执法队伍 高标准蛮城金湖县 连水县 虚县三个应急管理综合执法队伍 业务标准化示范点创建 三是坚持准军事化管理 牢固树立应急管理部门 是政治机关 纪律部队的政治定位 用铁的纪律锤炼队伍 用过硬作风塑造队伍 四是 加强执法人员作风建设 从整顿纪律作风入手 切实增强执法人员 连接自律意识 提升巨幅方便能力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 开展提制征先 执法能力水平提升工程 一是 建立全过程业务培训机制 强化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加强与执法先进地区学习交流 借鉴执法经验合作法 与国内重点院校开展合作 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 二是 推行执法清拦截队机制 在执法老师之间掀起比能力 比荣誉 比贡献 在执法徒弟之间掀起学思想 学经验 学技巧的比 学 赶 帮 超 浓厚氛围 三是 开展实战式执法练兵 定期组织执法业务骨干 副县区开展精准执法实警师培训 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 执法岗位练兵活动 定期开展市县联合检查 县区间交叉护查等执法检查活动 在实战中锤炼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 提升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四是持续规范执法行为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三位一体执法模式和省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十步法 持续开展案卷评查 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依法执法 规范执法的能力和水平 五是组建全市执法业务骨干人才库 组建全市应急管理执法骨干人才库 是培养全市应急管理执法人才 储备应急管理执法后备力量 三开展阳光护企 助推企业提升安全水平工程 一是开展执法宣传 以宣冠新安全生产法为重点 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 注重已按执法 让遵纪手法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二是组织专家诊断 组织安全专家提供安全咨询和指导 帮助企业防控风险 消除隐患 三是典型示范引领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组织现场观摩学习 直观感受学习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好的经验和做法 四是聚焦重点项目企业 推行上门服务 靠前服务 现场服务 主动服务和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强化项目指导 优化监管执法 四服务三措施 五是优化信用维护服务 进一步规范安全信用监管 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使信用信息真正做到服务安全和发展 四 开展精准执法 读塑企业提升安全水平工程 一是分类分级精准执法 实现区两级实行分类分级精准执法 科学制定执法检查计划 原则上一家企业对应一个层级的执法主体 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 避免一般化 简单化 重复式执法 二是 紧盯执法重点行业领域 依据省厅确定的重点执法事项清单 全面实施三位一体执法模式 实行执法加专家模式 突出精准检查企业现场 重大事故隐患 重大危险员 开展专业 深度 综合 联合执法 减少执法频次 三是 加大大案要案 办理力度 提高大案要案 和重大隐患立案处罚办案能力 通过联合检查 交叉护查等形式 推动执法人员聚焦现场类 重大事故隐患类 重大危险员类 重点执法事项类 开展有针对性的执法检查 四是 加大典型案例 曝光力度 充分运用 谷处平安哨等媒体平台 每月定期曝光一批 违法典型案例 既鞭策违法违规企业 又警示教育广大企业 进一步提升 安全生产执法的震慑力 为推进高速养护教育培训工作 深入贯彻集团公司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及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 一系列部署要求 浙江省交通集团 交工养护公司 开办安危培训学校 并于近日 在这北区域 分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一直以来 高速养护作为高风险行业 如何有效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素质技能 思想政治 是交工养护公司 在努力践行的一项重点工作 今年 公司以区域化管理围契机 加强资源整合和制度建设 联合湖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 湖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湖州市应急管理局 湖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浙江省交通集团 高速公路湖州管理中心等 五家单位 联合创建安危培训学校 学校讲师 军由各参见单位安全管理和应急管理 施工技术 思想政治等15名专家担任 学校的师资力量 实现了高速养护行业的精准对口教育模式 安危培训学校的正式成立 标志着交工养护公司 在教育培训工作上 卖出了创新式 实质性的一大步 翻开了高速养护教育培训新篇章 接下来 交工养护公司将从实际出发 健全完善的培训体系 发挥区域化功能及优势 运用安危培训学校 VR体验馆 MR沙盘模拟系统 风道模拟小程序等 创新式教育培训平台 做时高速养护教育培训这篇文章 为企业高质量安全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通讯员 王志 张爷爷 您像这样把这个充电线一头插在充电口上 一头插在插座上 只要十分钟就能充满电 可以用三个小时呢 一月一日 江苏省泰州市江燕区三水街道 独居老人张大爷的家中 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教老人如何使用暖手宝 并叮嘱老人一些注意事项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三水街道聚焦民生关切 围绕老年群体 食 住 行 衣 鱼 血等方面的养老服务需求 组织开展系列暖冬工作 以实际行动让老人感受到关心关爱 桥头社区走访慰问独居老人 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身体情况 并排查一氧化碳中毒隐患 还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如帮助他们打扫卫生 修剪头发等 小逢店社区针对老年人开展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剪纸艺术活动 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对文化休闲生活的需求 为冬日增添一模别样的色彩 大洋社区联合大洋社区卫生服务站 开展健康知识主题讲座 并为中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 血糖 血氧 提醒老年人冬天是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 一定要注意保暖 三水街道新联会副会长唐红表示 老年人常常会感到孤独 无助等负面情绪 冬季由于天气寒冷 日照时间短等原因 这种情绪更容易出现 关爱老人可以帮助他们缓解孤独感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 下一步 三水街道将继续关注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 把在开展主题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 转化为为民服务的澎湃动力 通过精准实测 精准发力 定向关爱 切实提高辖取老年人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 质量与认证杂志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的国家级专业期刊 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核心期刊 临选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和超新数据库等全门收录 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称评定核心期刊 也是国际数字基金会在本行业授权使用DOI查询码的期刊 质量与认证杂志自创刊以来 一直秉承关注质量发展 促进技术进步 服务读者需求的半刊宗旨 内容侧重理论研究 业务实践总结及技术成果转化 形成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力 目前质量与认证杂志社拥有一刊一网多平台的出版格局 粉丝用户超50万 年阅读量数千万 用户覆盖4万多家认证企业和3万余家行业机构 现已开启2024年杂志征定 欢迎订阅 总局支撑评定核心期刊 国际DOI中国注册与服务中心学术期刊会员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据化期刊群文献员 邮发代号80509月刊 全年12期 每期20元 全年240元 订阅方式 杂志定价 每期20元 每年240元 出版日期 每月10日 订阅热线 010-8388-6971 方式一 银行转账 户名 质量与认证杂志社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园东区之行 账号 0200-302-5191-000-051313 转账时 请注明定刊字样 转账后 请尽快将您的汇款凭证 收刊人的姓名 地址 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 发送QQ邮箱 501127154 QQ.com 方式二 扫码订阅 微信扫描二维码 进入订阅链接 按提示填写详细信息 方式三 质量与认证 微信公众号订阅 方式四 邮局订阅订阅地点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贷号 80569 快来订阅吧 近年来 敏航区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 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突出打造南上海高新制造带 和大洪桥国际商贸带 不断增强区域的吸引力 创造力和竞争力 8月26日下午 朝永浦将投资上海全球分享季 走进敏航遇见吴京招商推介会在吴京镇 疗伸制成园区举行 当天 来自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近30家企业齐聚一堂 此次推介交流会展示了吴京的区位优势 政策环境 周边配套 企业服务 综合实力等 旨在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入住 吴京镇作为米航高校 科研院所 工业企业 重点园区聚集 是未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 也是未来科技创新驱动的重要节点和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吴京镇生物医药入住企业已达到656家 纳税超7200万 每年均以15%的涨幅递增 新材料产业方面 吴京依托区域基础工业优势 成立能源材料产业联盟 不断提升区位和科创优势 积极吸引研发型新材料企业入住 今年 吴京镇建设了莲花盛开产业社区 旨在吸引优质的企业 产业乃至产业链形成以生物医药 新材料 信息技术 先进装备 人工智能等主导产业的集聚 建设一批龙头企业的研发技术中心 运为结算中心 孵化加速中心及各类企业总部 打造一个产成融合的新型开放式产业会客厅 形成高精尖产业集聚 打造产成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从而在吴京镇形成男子竹 贝莲花的联动发展新格局 圆桌论坛环节 嘉宾们共同探讨了吴京镇 未来投资机遇趋势 以及吴京镇产业配套 人才 技术 资金等维度的投资要素 并分别围绕各自在投资中的经验 展开深入探讨 并就吴京镇未来如何借助自身优势 优化产业结构 打破区域壁垒 扩大开放 建立阵内特色产业进行招商引资 留住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建言献策 转载字 人民网